那我请教一下林委员 这次疫情过后 事实上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跟国际的肯定度 跟国际的关系也跟着改变 那其中很大的核心 是台美的关系的调整跟改变 台美关系我想 其实去年那个时候 我们讲台美关系法40年的时候 已经是提到说 那是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相信那个所谓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是逐渐的在进到更好更好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事情 包含这个疫情对于美国 不论是经济或者是人命上的损失 那让这个川普对于中国之间的 对中政策他变得更强硬了 而且他认为说不论是产业 或者是很多的国际合作 开始要提防中国了 那当然说实在话 这对台湾来说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所以说不论是政治上面的合作 或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我们大概有一些端倪 可以看到美国的包含他们的军机 包含他们的军舰 在台湾海峡这附近的一些动作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愿意跟台湾合作的一个资讯 还有一个事情 这一次因为高雄市长的罢免案之后 再补充一个事情 我们高雄是有很重要的军港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军港 跟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合作 台湾一直缺一块 就是我们在高雄能不能合作 所以其实接下来是也牵涉到说 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在这边再做一个合作 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还有其他国家 都大量的呈现了台湾的新闻 提到台湾疫情啦 台湾的一些 包含上一次选举的一些成绩 你会看到对于蔡英文总统 他的这个名称都会叫做 President of Taiwan 台湾总统 也就是他不会用一个 奇怪的名称称呼你 不像早年那个马总统的时候 中国那边会称呼他马先生 可是我们被其他国家 都是直接称呼总统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这一次不论是川普的选举 或者是在疫情的过程中 台湾所表现出来的成绩 还有台湾对其他国家的帮助 尤其美国 对于我们接下来 就是说美国在跟台湾的合作里面 不论是实质的这种所谓公共卫生 跟医疗议题的合作 我相信在政治跟国防上面 会有非常多明显的动作 事实上台湾今年 因为疫情的抗疫成功 使得陈时中的这一个人气民调 非常高 他事实上还是双北的 2022的这个首长的黑马人选 不过同一时间 这一次台湾各界也会去睁大眼睛 去看整个健保制度 某一些不合理性 那特别是这两天 因为健保署好像丢了一个新规定 说以后一财自费的某些项目 要订一个上线跟天花板 那这个新闻在一届炸锅了 一届从这个消息一出来 当天晚上就爆了 那到现在我觉得已经烧焦了 已经不只是烧起来 叫做烧焦了 那先讲几个事情 当然他现在讲的是 所谓八大类衣材 这几类衣材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这几类衣材是水晶体 是这个心脏支架 是这个脑 是到腹目引流的东西 是心脏导管 也就是这几样东西 都是你装上去之后 不是马上可以换掉的 对 技术层面很高 然后呢 你要千万斟酌 我要不要装这个东西 那我先补充 这些东西都有健保给付的项目 对 都是这个手术是健保给付的项目 然后这个治疗是健保给付的项目 健保有没有给付人工水晶体 有健保有没有给付 这一个心脏支架 有 只是说健保给付的 跟这一些 他必须要额外致付的 不一样 额外致付的 他的那个项目不一样 他的那个所谓的功能 比较多一点点 或者不太一样 那健保署常会出来讲一个 让所有的人都跳起来的话 叫做同类 他是同类衣材 所以他的功能差不多 你应该收差不多的钱 那大家一句话 每个房子都是上面有屋顶 后面有四道墙 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 每一台车子都四个轮子 那你跟我讲说 每一台车都应该同样价钱吗 那当然我同意 我们在所谓的致付额的部分 他有一些不同的收取 也就是说可能A医院 跟B医院中间的价差很多 那第一 所以我打个岔哦 假设我要换人工水晶体 我们说明一下 比方说假设我有糖尿病 然后这个十年过后 我的那个人工水晶体就坏掉嘛 那看的视线就不清楚 很多老人家就会换这个人工水晶体 然后呢 首先第一个是 我有健保给付的可以用 但是一般观众就会觉得 健保的东西比较差 很多人就会用自费的 这一个项目的人工水晶体 那致费确实金额比较高 现在哦 这个一般的这个原本的最高额 可能是有12万的 好这里头有价差 如果你经济能力可以 你可以换好一点的 如果你经济能力不允许 那没关系 也有健保给付的给你选择 对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权 对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健保说 砍下来啊 以后致付的上限就是7万 好 那这个哦 在一般的民众眼里听到 会觉得不错啊 我一样是换好的 我本来是12万 我现在7万 哎我省钱呢 便宜耶 健保照服我 省了4万多 健保署最爱讲这个话 所以他们就会出来 开记者会讲说 照服多少人 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要花比较多钱的自费 那我现在让你花比较少 我用这个表跟大家举例哦 刚刚提到 这些治疗 它不是全部都是自费 也就是它本身是健保 有几副的治疗 然后健保也有几副医材 所以比方这一包 你某一个治疗 然后我有一包的住院啦 治疗啦 医师啦 护理师的薪水 然后还有一份这个医材 那后来就会说 因为你的所有治疗 会日新月异 医材也会日新月异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我有没有办法提供新的 那医生会去国外学新的东西 我们会学新的技术 我们会研发新的这个器材 所以我们站在医生的角度 你不能跟病人讲说 就只有一种叫做健保 其他都不要想了 我们有责任告诉病人 你有哪些选择 这个叫知情同意 那我们当然告诉他说 你有医材V 医材C医材D嘛 那我们也没有跟你多 就说健保还是给付 下面健保给付这块没动 本来健保给付你医材的钱 医生也不会给你拿走 这块都还在 你补什么 补上面这个叫做致富差额 那致富差额 现在健保就是要管 这块致富差额 那我们会知道 不同的胃材 会有不同的BCD 会有不同的致富差额 那健保他们说 他们去查了 他觉得差额差太多 所以他这么一砍的上限 会有八成九 全部要调降 第一个逻辑很奇怪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太夸张了 漫天喊价 收太贵了 收太贵了 我希望你好好的节制 对 我觉得你这样 我希望你好好的节制 太乱 八成九 八成九是极端值还是普遍值 我再讲一个事情 我现在回临床工作 我的病人常常会跟我问说 林医师这个保健品可不可以吃 保健品动辄千 动辄万 可是保健品是所谓 在健保署的规定 在卫福部的规定 叫做不得宣称疗效 也就是说 它是不能宣称疗效的 食品补充品 它卖好几千 好几万 健保署你是管不到的 你也不管的 可是这种所谓医财 是经过全世界专业 医小医学人员 我们做了评估 而且它还要得到这些证 它要拿每个国家政府的证 它是合法 而且是必要在医疗上面使用的 你跟我说 你们赚太多我不可以 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而且医财是有世界行情的 对 它有世界行情 它有世界行情 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案例 很多老人家 他会装这一个关节 那人工宽关节它有不同的材质 对它有不同的材质 所以比较好的陶瓷的材质比较贵 那所以原本的 这一个最高的致富额 可能是8万多 现在健保把它砍到5万多 对 可是我跟观众朋友讲 8万多 你换一个 你在台湾搞不好换一换 加上住院治疗干嘛 反正你一二十万打发掉 对 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在美国做 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在美国做 大概要100万台币 就是说 医财是一条钱 可是医生也要赚工钱 健保的东西都帮你做 没有健保 健保的这个相关的长官 有跟医师们 因为他们一直说 有跟医师开会嘛 在那时间医师也跟他们开会 说你不能切得那么死 你要评估一下 我们的医疗成本 我们的专业成本 健保署说 医师你们有 你们有社会责任 你们收完了这个 未材的钱之后 你那个技术费用的部分 你要付出你的爱心 那我告诉民众 那行政院要不要跟建商讲 要有社会责任 一平房子不要卖200万 不要卖100万 那我这样讲 好 对民众会发生什么事 他现在讲说 我要做一个上限 对不对 所以我本来BCD 可能会有不同的 自付差额上去 我现在画一个上限在这里 对 好 上限画下去了 你只能多收这些 对 听起来很好 很美好 告诉民众说 你会受益 因为你只需要多付一点钱 第一个事情 我的C跟D的衣材 如果发现上限 我是在上限之上 我的成本早就超过了 你觉得 我们是要佛心的 让大家用一台 用一个赔一个 还是我直接退出市场 这个有点像药物也一样 对 跟之前的原厂药一样 对 台湾事实上 现在面对很多原厂的药厂 它直接退出台湾的市场 为什么 因为它被健保砍价钱 我们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民众会跟我说 我吃这个药 我觉得我可能效果不好 或者是副作用比较强 我有没有别的 那我们会知道说 有啊别的国家有 马来西亚有 新加坡有 韩国有 不好意思 台湾没有 因为人家撤出去了 那现在跟大家一段 一直不断提醒的 就是健保署都告诉你说 你会有好处 我们现在讲了 如果是新的 它超过这个成本 超过这个上限 你觉得台湾市场很大吗 台湾市场很小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已经健保先定锚了 我的上限又砍下来 第一个 所有这些东西 直接撤出台湾市场 第二个 台湾本身的厂商 我也不要研发了 因为我研发之后 我都被你盖住 我完全不负成本 最后 大家讲说 没有关系啊 那这样子 我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挑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觉得新开发出来 新发明出来的衣材 是比原来的贵还是便宜 通常都比较贵 那这样新的东西 完全进不来 因为它一定超过上限 那健保过去在处理 健保药物 它还有一个东西 叫价量调查 什么意思 我去调查 我现在给付你这个药 一颗三块钱 为什么这家医院 他们可以拿到一颗两块 你多拿 我之后就把这个药品 给付调成两块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盖子 它不会永远在这里 它只会持续往下降 那么这个问题 就会出现 民众大家觉得 现在好像觉得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 获得比较贵的 这份衣材 但是在过几年之后 你就没这个东西 可以用了 好那我再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外界有一个批评跟抨击 这一次健保署 可能图利保险厂商 为什么外界会认为 健保砍这一个天花板 事实上在图利保险公司 我当然不能直接说它图利 可是我用这个 宁关这边这张表 来跟大家讲 比方说人工水晶体 最高自负额是12万 那么我们有的民众 他的保险 私人医疗保险有两种 有的是这个疾病 我就统包给你 一个是说 我就要时之时负 所以如果我是保时之时负的民众 我在当初在缴保费的时候 我得到的资讯是什么 未来如果我需要治疗 我去开刀 医生认为 这个东西符合我的需求 那我用了 你保险公司要给我时之时负 也就是说这个状况之下 我去开一个人工水晶体 我除了健保给我的保障 我不用自己花钱之外 我还可以把这12万 跟我原来的保险公司申请 你要给我这12万 对 所以时之时负这个事情 原先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民众 也就是说健保原来给你的照顾之外 如果你行有余力 你去保一些险 那么你可以 未来你有机会用比较贵 或比较新健保不给付的位财 而你的保险公司帮你处理 这不就是保险的逻辑吗 好 那么健保这一次 他把这个负合上限砍掉了之后 变成什么 对民众来说初步没有差 因为我同时还是用了这个东西 对保险公司有差 因为我原来要付你12万的 因为健保把上限给盖上去了 所以医院只能跟你收7万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 只需要帮你付这7万 也就是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省了这5万块钱 那这个动作我刚刚说 民众一开始会觉得不错 反正我也没有多缴钱 我的保险也几付 问题是你想想看 你当初在缴保费的时候 他告诉你的叫做十支十付 这个东西多贵 你用了只要是符合需求 我都把这个保险的钱都给你 都给付给你 那我刚刚说了 健保这个东西 第一个动作 是先让保险公司可以少付一点 好啦你要说让保险公司少付 那你要不要退我的保费 因为当初你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再贵你会帮我付 好没有问题 我还是照标准 他有上限在这里 那接下来状况是 这个上限一砍 我刚刚说了 有很多新的 比较贵的 再也不进来台湾了 再也不给付了 我医院直接不买了 医生直接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那我当初买这个十支十付的险 可是我用不用到这个东西 我用不到了啊 我用到的东西是只有 纯健保的这一块 健保已经给付我了 然后我的私人医疗保险的 十支十付 我根本用不到了 因为我只有健保那一块 那为什么这一次 陈时中的这一个新政策 引来这么大的反弹 这会使得陈时中 从神坛走下来吗 我想他对于民众这一边 大家还是很支持他 那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 医疗界第一个想法就是 一定是健保署搞得贵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 健保署常常出这种招 可是昨天陈时中部长 在记者会里面 他也强调 他还是跟着健保署的说法说 这个乱象太严重了 我要保障民众权益 这样讲起来 部长会让大家很伤心 就是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都没有在保障民众权益吗 你觉得这些在为民众 未来能够持续拥有 新的好的医疗品质 在发生的医疗人员 我们是在不顾 民众的医疗权益吗 真的部长要听一下 除了健保署给你的资讯之外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 我常常这样讲 那部长的逻辑 如果能通的话 我会期待部长 去当内政部长 然后去 设房价上半线 上线 然后保障民众住的权利啊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说 这个我们叫做 年金有没有 在砍年金的时候 在那边谈那个费率 其实医疗人员就说 把健保署调去管年金就好了 因为健保署会给你浮动点值 然后他又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今年国家收入比较少 所以你的这个年金 要打八折哦 简单来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没有错 这个自费的部分 你必须要重新调整 你可以去谈 但是你应该跟专业医学会 拿出证据来说 为什么这个范围 你们觉得不合理 那我觉得光是一件事情 健保署前天讲出来说 他这个大 这个所谓上线一砍下去 八成九会受影响 那就不是健保署 讲的那么好听说 因为太乱了 民众无所适从 他其实很清楚 健保署的态度就是 我觉得你们收太多钱了 让我健保很没面子 砍 那甚至不排除 我刚刚所说的 有一些人提到了 那跟保险的实至实负 会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会导致 是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件事情 大家在防疫这段时间 提到很多 你是讲 同样都是口罩 为什么要口罩国家队 同样都是防护医 为什么要防护医国家队 如果以健保署的说法 叫做同品相差不多功能 那你就买中国口罩就好了 为什么要台湾自己做口罩 莫名其妙 你根本自己自己打脸 那总统在今年也提到了 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国家队 我们接下来台湾这一次 全世界都看到台湾的防疫成果 台湾的医疗能力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发展台湾 这些好的医疗产业 结果你现在在台湾 我们加上了这种新药新衣材的盖子 让你不要发展 你根本不但是 不让其他国家这种东西进来台湾 你完全限制了台湾 这些所谓生技医疗产业的人 去研发的可能嘛 因为我健保已经是低价了 那我一直认为说 没有错 健保一定要维持在这个低价 因为民众 比较所谓一般的民众 你能够受到照顾 但是你在这里 这个上面的盖子一直盖在这里 你不断的盖盖子 而且往下压的地方 台湾的医疗只有沉沦啊 台湾的医疗不会往上走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